他是狠辣无情的魔鬼陪穿 可现在 他只是一个没了双腿的脆弱小孩 96年夏天 大风吹倒幼竹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 纷纷睁大眼睛看天上下的小冰雹 这是棒棒冰 可以吃的 小赵老师忙着 在给角落的男孩子换裤子 小男孩眸光死寂 看着裤子上和轮椅下黄色的尿液 一声也不吭 一见教室外面不懂事的娃娃们 捡了冰雹肠 小赵老师怕出人命 也顾不得黑发小男孩的裤子脱了一半 赶紧去把外面的孩子们带回来 这时 有个小孩闻到了尿液味道 他耸动着鼻子回头 轮椅上的裴川 正在自己提裤子 可惜 他膝盖以下空空荡荡 连借力都做不到 好办上 只能勉强将带着尿液的裤子往上拉 陈虎看了下地上的尿 用孩子尖锐不可思议的语调说 快看呐 裴川尿裤子了 一地都是 几个在教室的男孩纷纷回头 捂住嘴巴 我三岁就不尿裤子了 妈妈说 尿裤子的是脏孩子 裴川苍白瘦削的小脸上 染上了羞耻的红巢 他咬着唇 猛地拽下图画书 挡住了湿透的地面 他发着抖 泪珠大颗大颗往下掉 他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一时间 孩子们稚嫩的议论声响起 裴川没有腿 还尿裤子 我们以后不和他玩 和他玩 也会尿裤子的 唧唧喳喳的声音 终于将前排发烧的小女孩吵醒 他脸颊潮红 长长的睫毛颤了颤 睁开水起阴晕的眼睛 被摇迟钝的眨眨眼 呼吸灼热 这句稚嫩的身体没有力气 他明明记得自己死了 怎么会 身后无数人叫嚷着裴川的名字 被摇呼吸一致 带着不可思议之色回头 记忆里褪色的画面 碾碎岁月 突然鲜明起来 小赵老师 这年才26岁 带着年轻女老师的温柔和朝气 被摇透过人群 只能看见轮椅的大笼子 还有上面小孩子僵硬的身子 裴川 虽然只一眼 但被摇无比确定 这是小时候的裴川 五岁的小男孩 因为腿才断 没法控制生理 在班上尿了裤子 这一幕在所有人记忆中淡去 取而代之是18年后 那个疯狂执拗 却冷漠无比的天才电脑高手 是那个在他最绝望 最无助的时候 将他从霍家那个火坑里救出来 保护了他两年的裴川 他曾经想过 人生如果能重来一次 他一定要远离霍雪 孝敬爸妈一辈子 完完全全和裴川无关 前提是 裴川没在他死前 留下那浓墨重彩的一品 而现在 他只是一个刚刚没了双腿的脆弱孩子 教室里乱成一团 接孩子家长们 也因为下冰雹 匆匆赶来 被摇的妈妈赵志兰 也打着伞来了 96年 赵志兰女士还年轻 眼角没有细纹 短袖上衣干脸 后着活力 被摇的目光从裴川身上移开 看着疯疯活活跑过来的赵志兰 眼睛一下就湿了 赵志兰抱起他 哎呦 糟心闺女 哭什么哭 被冰雹吓着了 被摇摇摇头 趴在女人背上 看了一眼裴川 他的妈妈是外科医生 有时候一场手速会忙到深夜 爸爸是刑警队队长 工作也很繁忙 今晚降温 是这个夏夜最冷的时候 上一室的裴川 没能等来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次日 赵志兰把被摇 软步步的小手 交到小赵老师手上时 被摇往教室里面看 孩子们在玩丢手卷 所有人都在拍着手唱歌 只有一个人没有 裴川偏过头 对上了被摇的眼神 他眼中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被摇心里一跳 上辈子这一天 他没来过幼儿园 但是第二天以后 裴川再也不开口说话 甚至拒绝来念幼儿园 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 所以他是经历了什么 五岁的小裴川 犹如一头困兽 暴躁又绝望 但他绝强不服输 歌继续唱 陈虎小胖端 把手卷丢在了裴川身后 而这时 小赵老师带着一个肚子痛的小孩子 去上厕所 全场猛然静了下来 就算是孩子 也敏感地知道 裴川没有腿 他抓不住任何人 裴川回头 低眸看见了自己身后的手卷 陈虎冲他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 孩子们被他滑稽的模样 做得咯咯笑起来 小裴川咬牙 一手扶着低矮的轮椅 一面努力弯下腰 被摇心跳很快 别剪 不要去剪 裴川死死咬着唇 吃力地把手卷剪了起来 他毛子又黑又沉 像是沉默的深渊 在所有孩子的笑声中 他吸收的手臂 开始使劲 驱使着轮椅向前 可惜五岁这年 他腿才断 并不熟悉轮椅 那轮椅每推一步 仿佛蜗牛爬 陈虎故意跑得很慢 捂着肚子笑 裴川推歪了方向 他掌控不了轮椅的方向 也不懂如何用力 被摇呆呆睁着心儿眼看他 越长大 就会忘记童年很多事 在他记忆里 裴川是个没有腿的残缺少年 可也仅此而已 如果不是他成了魔鬼 还曾面无表情保护过他 可能重来一辈子 他也不会多关注他 他是世人的魔鬼 可他是被摇的恩人 把他当作心肝暗暗喜欢了一辈子 他意识到 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等陈虎又蹦又跳跑过来的时候 被摇笨拙地转身 抱住了陈虎的腿 陈虎叫嚷起来 被摇你放手 你做什么 小胖子垂胸顿足 要把被摇甩开 可一直挣不开 快疯掉 最后哇的一声哭了 被摇猛住 他茫然抬眸 看着嚎啕大哭的小胖子 又转过头去看不远处的裴川 他怎么还不过来抓 他把小陈虎弄哭了怎么办 裴川明领唇 把手绢丢在了地上 不再看他们一眼 失利地推着轮椅到门口 手帕落在被摇面前 他还趴着 维持着困住陈虎的姿势 不知道该不该松手 陈虎哭得大声 幼儿园里年龄小的孩子 也跟着哭起 小赵老师一进门 就看见这景象 他赶紧上前去把小被摇抱起来 裴川望着门口 已经第二天下午了 爸爸和妈妈依然没有来 身后闹成一片 裴川一次也没回过头 他虽然从不说话 可他知道很多事 比如幼儿园公认 最受欢迎小朋友的 是陈虎和方敏君 因为陈虎会搞怪 会带着大家玩 方敏君长得好看 穿得也漂亮精致 再比如 刚刚那个眼睛亮晶晶 看着他的小姑娘 是幼儿园最小的女孩 和他家住同一个小区 爱哭 娇气 容易生病 他们都叫他摇摇 放学的时候 家长们又陆陆续续来接孩子了 陈虎爸爸依然醉先来 他出门的时候 大声对裴川说 你爸爸不会来接你的 裴川抬眸 一双漆黑的眼睛 静静看着城 苍白的手指 默默抓紧了轮椅 小胖子一溜烟跑了 被摇气坏了 熊孩子 他小手拿了一只纸飞机去给他 用软绵绵的小奶音说 我叫贝瑶 我们家离得很近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世人皆知 他是魔鬼裴川 可在贝瑶心中 他是他的救命恩人 保护了他两年 裴川冷着脸 猝不及防把飞机扔了 走开 不要你 他竟然读懂了他眼里的信息 然而小裴川忘记了 那是一只纸飞机 轻风带动纸飞机 轻飘飘一下子飞了老远 落在庭院里的梅花树前 贝瑶迈着小短腿去捡 他跑回来 珍惜地把纸飞机放在他轮椅上 眼里的光芒 半点没有熄灭 裴川心里一股火气 尽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面无表情将他撕了 裴川觉得 他肯定会哭的 就像城府那样 哭得惊天动地 然后向老师告状 贝瑶知道 所有受过伤的人 都像一只刺猬 可他们的心依然柔软 他用四岁孩子天真的语调问他 你不完了的话 那我们回家吧 我妈妈也没来接我 我们自己回家好不好 他不说话 却在贝瑶伸手来碰他轮椅的时候 一下子抬手打在了他手背上 他下手一点也不留情 啪一声脆响 他软乎乎的手上顿时红了一片 贝瑶在心里叹了口气 他确实不好相处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赵志兰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幼儿园里 贝瑶轻轻明论明媒 赵志兰过来抱起贝瑶 又和小赵老师打了声招 路过裴川时 他也心软了 裴川 赵阿姨带你回家吧 裴川低着头 手指扣紧领缝 小赵老师尴尬笑道 贝瑶妈妈 你先走吧 赵志兰只好抱着贝瑶走了 那两口子造的什么面 孩子性格成了这样 等他们走远了 小赵老师才笑着摸了摸裴川的头 裴川一动不动 小赵老师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才发现 他在看小路镜头的母女 他许久摊开手 掌心一片藏起来残留的纸飞机碎片 他默默松开了它 纸片随风飞走 他就知道他是骗他的 他妈妈会来接他回家 晚饭后 贝瑶拉开卧室窗户 趁着赵志兰洗碗 贝利踩上凳子看过去 背面四楼电灯亮起 那是裴川的家 他家有人 那他就应该被接回家了 他这才松了口气 突然额头滚烫一片 更让他害怕的是 他记忆开始模糊了 随后翻出自己写字的填字格和铅笔 2010年 贝瑶嫁给霍旭 婚后才知道他有真正喜欢的人 而贝瑶 只是他对抗家族保护真正爱人的挡箭牌 霍旭是军人和商人的后代 有钱有势 赵志兰女士和贝利财先生 为了帮贝瑶离开霍家这个牢笼 四处奔国求人 最后被先生发生意外 成了植物人 贝瑶用旁观者的角度 写下这样一段话 写完了满头的冷汗 可他知道还得继续 赵依兰女士 最后去求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叫裴川 一个被全世界称为魔鬼的男人 因为他写的程序 是破坏社会安定的存在 他保护了贝瑶两年 最后他死的那天 裴川告诉他 他是他一辈子不敢爱的心肝 2014年 贝瑶死的窝囊 因为今天的事 拒绝去幼儿园 并且不再开口说话 那这辈子呢 明天他会去吗 五岁小男孩 自从断了双腿 再也不和小朋友说话 他们起先还喊他裴川 现在干脆喊养了 今天艳阳高照 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看落在草丛的白色蝴蝶 他们玩得开心 角落里 裴川冷冷看着 在稚嫩的欢声笑语中 他看向最前面小女娃 空着的位置 他来上学了 而他没有来 好多天后 被摇四岁的身体 无比排斥他上一世的记忆 在他大病了一场后 记忆就停在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他隐约知道 自己是重生的 也知道 一定得对裴川好 被摇看见裴川 他好像比前几天 又瘦了几分 被摇走过去 想把手中的花 送给裴川 然而 有一只胖嘟嘟的手伸过去 把裴川面前的饼干拿走了 裴川猛然转过头 面无表情盯着陈虎 陈虎咽了咽口水 冲他扬了扬拳头 反正你又不吃 给我吃怎么了 你又打不过我 方敏君脸上 带着几分不符合 这个年龄的高傲 他的饼干脏 陈虎 你别吃了 陈虎脸上更挂不住了 他把饼干往裴川面前一扔 也打算不要了 明明说得对 裴川会尿裤子 他的饼干肯定很脏 加薪饼干没有扔准 最后擦过桌子边 落在了裴川轮椅旁 裴川苍白的手 猛然握住轮椅 朝陈虎那边去 然后他拽住陈虎的衣领 把他把自己这边拖 陈虎愣了愣 哑巴 你做什么 陈虎长得敦逝 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去推裴川 男孩子瘦肉的胸膛 被小蓝牛陈虎 推得往后退 裴川眼疼漆飞 眼里寂寂 拉住陈虎的胳膊 一口咬了下去 痛得陈虎当场哭出了声 老师发现出事了 赶紧过来 打算拉开孩子 幼儿园里兵荒马乱 陈虎边打他头边哭 裴川像是没有痛觉的机器人 下一秒咬得更紧 被摇看过去 他又闭上了眼 只是嘴上不松 仿佛要把小胖子 咬下一块肉来 小赵老师温柔地摸摸裴川的头 小川 松口好不好 老师在这里 老师在这儿呢 裴川睁开眼 拾顿地松开了嘴 陈虎的胳膊上一个很深的牙印 渗出了血 陈虎在老师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师 好好 老师抱你出去 被摇吭吱吭吱 走到裴川面前 然后 把荷花放到他怀里 送给你 他学着小赵老师 抱着陈虎拍背 不痛不痛哦 他又轻轻拍拍 他小臂 小乃因软软哄 不痛不痛哦 裴川把那朵荷花往桌子上一放 扶开他的小手 推着轮椅远一塌 教室里和陈虎玩得最好的男孩叫李达 他大喊一声 裴川是小狗 立马有几个孩子 硬和地点点头 他还尿裤子 好脏 被摇 你别和他玩 被摇严肃着脸摇摇头 他不是小狗 他叫裴川 我妈妈说 川是河流 河流很干净的 他不脏 裴川垂眸 女娃娃的声音稚嫩清脆 像是一波的风铃 其实他不脏 很早 他就自己穿衣服和裤子 上了厕所 他也会认认真真洗三次手 爸爸给他取名字的时候 取一海那百川 他虽然不能懂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知道 这是个好名字 可是仿佛腿断了 就成了肮脏的存在 再好的名字 也因着双腿没了灵魂 陈虎的家长先来 爸爸和妈妈都来了 他眼睛瞪得同龄一样大 指着裴川 臭小子 要是我家小虎有什么事 老子就打死你 小赵老师尴尬地站在一旁 抱歉抱歉 是我们没有看好孩子 赶紧带小虎去看看吧 过了半小时 裴川的母亲蒋文娟来了 她长相秀气 头发盘在脑后 干净立了 她来的路上 就听小赵老师讲了经过 这个女人沉默着 过来先对着裴川笑了笑 然后附身摸了摸她的头 被摇清楚地看见 沉默的小男孩眼里 渐渐点亮了色彩 然后就听见男孩子 音哑的声音很轻的一声 妈妈 她会说话 只不过少言 那什么时候 裴川才可和她说话呢 蒋文娟把裴川带回家 给她洗了把脸 小川为什么咬成虎 裴川垂下睫毛 她抢我饼干 蒋文娟皱眉 她知道裴川在撒谎 家里有饼干 还有巧克力 儿子不会为了一块饼干去打架 她温柔地抱抱她 然后笑道 妈妈去做饭 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 小川有想吃的东西吗 裴川摇头 黑毛安静懂事地 看着蒋文娟忙碌的身影 裴浩宾棒了 才回家 她最近在缔拿一个毒贩 常常忙到深夜 她回来以后 整个家的氛围安静了一秒 倒是裴浩宾率先说 我回来了 她先看看疲惫的妻子 又摸摸儿子的小脑袋 裴川仰头去看爸爸 明彻的眼里 没有半点恨意 裴浩宾心里微不可查的一通 蒋文娟怨他连累了裴川 两个人隔三差五就吵架 她恨丈夫 因为工作招来报复 害了儿子 让孩子在四岁的时候 被犯罪分子斩下了小脑 当时见到浑身是血的裴川 蒋文娟肝胆欲裂 心都要碎了 她冷眼看着 到了晚上九点 让她快睡觉 男孩子的手拉住她一脚 妈妈 我想洗澡 今天不是很热霉出汗 你身上不脏 改天洗吧 裴川明明唇 我想洗澡 蒋文娟凝着眉 到底还是给她烧了嘴 魔鬼裴川 只是一个五岁小男孩 不仅双腿残废 还那项自卑 蒋文娟给裴川脱了衣服 把瘦弱的小男孩 放进木盆里 裴川黑眸 看着自己难看的残肢 没有说话 蒋文娟也看见了 这几乎是她心中 难以承受的痛 然而 她不能让幼小的儿子自己洗 她耐心 给她洗完 又把水擦干 然后带她去睡觉 蒋文娟睡前依然嘱咐 想尿尿不要憋着 要告诉老师和妈妈知道吗 她轻声说 知道 妈妈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蒋文娟刚笑着说好 外面有人敲门 蒋医生 蒋医生在吗 裴川看着妈妈 急匆匆出去 再也没有回来 她没能听到故事 把目光平静地 转到墙的另一组 那里以前 用粉笔画了刻度 可以晾小孩子身高 以前没长一岁 爸爸妈妈 都会带着她 习婴地凉一次 后来 被裴浩兵流着泪抹去了 只留了一团模糊的痕迹 裴川睁眼看着 许久才闭上眼睛 她明白 她永远也不会长得 像爸爸那样高了 几天后 赵老师 说裴川不来幼儿园了 等九月份 直接去念学前班 她要跟妈妈去看看裴川 她还是和上辈子一样 没能读完幼儿园 很快他们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裴浩兵 你好 赵志兰 善解人意地笑笑 我姓赵 裴景观好 我女儿瑶瑶 和小川 是同学 过来给她送蛋糕 裴浩兵低头 看见一个 扎了两个花包头的小姑娘 年娃娃 有些怕生 在赵志兰的指示下 奶生奶气很殊殊 就进来坐坐 我给你倒水 不用不用 就送个蛋糕的是 裴景观你忙你的 瑶瑶去看看小川 送完就出来 被瑶得了指令 小心翼翼端着蛋糕 跟着裴浩兵往裴川房间走 裴浩兵推开门 书桌前 做了一个 端端正正写字的小男孩 被瑶端着成年人 半个巴掌大的蛋糕 见他看过来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笑 有几分惬意地朝着他走近 他双手捧得高高的 今天班 李方敏君过生日分的蛋糕 裴川 给你吃 他沉默着看她 这是个不怕挫折的女孩子 他第一次给她指飞机 他撕了 还打过她的手 第二次是夏天 最灿烂那朵荷花 他扔在了桌子上 这一次是个蛋糕 他记得他还好小 比他小一岁多 估计还会读一年幼儿园 而他下个月 就要去学前班了 可能很久很久 都看不到她了 他伸出手 接过了 他珍惜捧过来的蛋糕 被瑶开心极了 他小圆脸粉嘟嘟的 就要往外走 身后衣领子被拉住 一股力道 把他往后拉了拉 被瑶记得 裴川那天 也是这么打城虎的 把城虎拖过去 然后 他下意识想捂住胳膊 别咬他 沉默的男孩子 往他小兜兜里 放了一把巧克力 然后松开他衣领子 示意他可以走了 被瑶摸摸口袋里 扎手的糖果 又抬头看他 他依然没和他说过一个字 双腿残缺的小男孩 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甘愿去学前班上学 被瑶摊开小手 给赵芝兰看 他掌心糖的巧克力 赵芝兰拿起来一看 那孩子给你的呀 这可不便宜 红色外包装的 起士零巧克力 都是替式出产的 价格很昂贵 赵芝兰看女儿 单纯可爱的模样 心里一软 既然都收了 那就拿着吧 以后妈妈做了吃的 你都给小川拿点去 被瑶用力点点头笑了 妈妈吃 你拿着 妈妈不吃甜的 那给爸爸 爸爸也不喜欢 你吃 巧克力加了 能让人幸福的茧 被瑶两排小白牙咬下去 巧克力在嘴里化开 他眼睛亮起细碎的光彩 被瑶只吃了一块 剩下的到底没舍得吃 藏在自己口袋 打算馋的时候 拿出来解解馋 转眼到了八月中旬 八月十七那天 是被瑶的四岁生日 他的生日紧漏 一包糖外带糖水鸡蛋 吃完依旧去幼儿园 孩子们稚嫩地 给他唱生日歌 被瑶看着角落空缺的位置 心情有些低落 像彤彤说 我今年就要去学前班了呢 几个年纪小的羡慕地看着他 陈虎年纪大一些 也是要去学前班学知识的孩子之一 他问方敏君 明明你去吗 方敏君摇摇头 我不去 妈妈说我还小 陈虎却说 那个小哑巴也要去 我一定要揍他 被瑶看着胖堆陈虎 皱了皱眉 他知道自己案里 还得念一年幼儿园 他一直比裴川低一届 可是如果裴川班上 都是陈虎这样的存在 那裴川是不是一直没有朋友 回到家 被瑶问赵志兰 我可以要一个生日愿望吗 这个孩子一下子听话好多 赵志兰让贝瑶说说看 我想去学前班 赵志兰想也不想就否决了 不行 你刚满四岁 得五岁再去 还没学会走 就想着非可不行 那些哥哥姐姐 是去学写字的 你留在幼儿园 可以和小朋友们做游戏 贝瑶认真道 不做游戏 我去学写字 贝利才也不赞同 瑶瑶听话 输在起跑线 以后就跟 不上了 贝瑶被拒绝也不气 他回房间 把自己的田子 隔小本本 给爸爸妈妈看 赵志兰一看 直接猛了 这是一年级才学的知识 你怎么会这些的 贝瑶心砰砰跳 幼儿园墙上的 赵志兰还没说话 贝利才哈哈笑道 我家瑶瑶 还是个小天才啊 贝瑶知道 爸爸心思不如妈妈米瑞 他只敢挑一些 简单的东西 怕赵志兰怀疑 二加二等于几 贝瑶有些心虚 他低头 小手做出手的动作 半上 四根软乎乎的指头竖起来 赵志兰看着 女儿脸颊边竖起的手指 狠狠在被咬脸上香了一口 咱们报学前班 明天妈妈 就去找老师 九月份来临了 C是以往每年开学 都会下一场雨 蒋文娟怕孩子淋湿 给他穿好雨衣 小川要上学前班了 有事情记得找老师哦 裴川乖巧地点点头 裴浩冰小心护着儿子 刻意轻快道 出发咯 裴川握住摩托车前面的金属杠 唇脚露出浅浅的笑语 小雨嘻嘻嘻嘻 离开了妈妈的视线 裴川终于没了表情 他不想去学前班 可他知道 他必须得去 因为上学前班这件事 妈妈终于肯和爸爸说话了 他想要一个完整正常的家 哪怕他的身体 已经不再完整 双腿残缺的小男孩不爱笑 眼里没有一点光彩 像是阳光不愿意照过来的 阴暗潮湿之地 裴浩冰 把他送到了余老师办公室门口 裴川坐在轮椅上 轮椅旁挂了一个水瓶 是蒋文娟给裴川倒的凉水 让他口渴了喝 温婉的语文女老师 余倩冲他伸出手 你好小裴川 我是余老师 还是你爸爸的朋友 以后会教你知识 也会好好照顾你的 裴川冰凉苍白的手指 握住余老师的手 入了一个礼貌的笑容 余老师已经了解了裴川情况 于是对裴浩冰说 你去上班吧 孩子我会好好照顾的 裴浩冰临走前嘱咐儿子 要是想上厕所 就举手告诉老师知道吗 裴川乖巧地点点头 学前班都是新来的孩子 也许你会见到 以前幼儿园同班的小朋友 裴川配合得扯了扯嘴角 眼里却依旧是凉的 以前的人 他谁也不想见到 余老师推着裴川往教室里走 他们一进教室 孩子们好奇的眼神都看了过来 余老师和善地笑笑 把裴川安置在讲台下的 第一排窗前 陈虎坐在后面 本来和李达在玩闹 老师推着裴川进来的时候 他眼睛都瞪圆了 好啊 还真是一个班 余老师笑着问孩子们 还有几个孩子没来 我们先分下座位 哪个勇敢又善良的小朋友 愿意和他坐在第一桌 有几个孩子犹豫地举起了手 余老师很满意 又问裴川 小川想和哪个小朋友坐同桌呢 裴川的眼睛 一个个扫过他们 他不爱笑 眼里没有一点光景 像是阳光不愿意照过来的 阴暗潮湿之地 他目光扫过的地方 那些本就不坚定的手 慢慢放了下去 陈虎左顾右盼 小声给人讲 幼儿园里的裴川尿裤子 咬人 孩子们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 所有目光都悄悄往 孤零零的第一桌看过去 裴川握紧了拳头 目光落在窗外高大的梧桐树上 女孩来晚了 他头上两个花苞 包迹着粉色的丝带 他小花苞被雨水打湿了 站在门口声音轻量地喊报告 他走向裴川 带着外面雨后阳光的气息 在他身边坐下来 走开 裴川第一次和他说话 冰凉的嗓音让他走开 谁要你可怜 最好离他远一点 贝瑶西尔眼委屈极了 可是我矮 矮子坐后面看不见黑板 裴川沉默地别过头去 裴川不再赶他走 贝瑶高兴极了 哪个小朋友能帮老师发一下书呀 好多只小手争先恐后举起来 小胖端陈虎 更是叽叽到快跳起来了 于倩笑着点了陈虎 李达 还有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发书 陈虎眼珠子一转 压在下面的一本语文书边角卷起来了 还有很多泥灰 他拿起来这本书 往窗前第一桌走过去 把他扔到了裴川课桌上 哼 就把又破又脏的书给你 看你怎么样 裴川面无表情 把最脏的课本拿拐写名字 他握铅笔的姿势很端正 在首页写上自己的名字 五岁小男孩只因双腿残缺 不愿意和班上任何一个小朋友打交道 陈虎又一趟运送课本 他翻了一个很大的白眼 给了贝瑶一本崭新又干净的课本 贝瑶说 谢谢你 陈虎 陈虎哼了一声 发吓一个人了 贝瑶衣服被人用铅笔头戳了戳 他回头 一个很瘦的小女孩裂开嘴 我叫宁慧 你叫什么啊 我叫贝瑶 宁慧悄悄看前桌的裴川一眼 到底没敢搭话 他的同桌也凑过来说话 是个小男孩 头发有些长 脸上有几颗雀斑 我叫古兴华 今年五岁了 没人喊裴川 裴川也不介意 他垂着眸 安安静静翻书看 贝瑶认识完了新朋友 在回头看他时 不知道为什么 裴川内心不负之前的平静 甚至有些想把他小花包扯散 赵秀和赵志兰闲聊 你家瑶瑶才四岁 这么小送去念学前班 跟不上进步怎么办 赵志兰心中美得冒泡泡 然而跟赵秀相处了这么多年 聊理不一必须有一套 瑶瑶念书还有点天赋 会做算术题了 他自己要求去念学前班的 旁边缝纫机一顿 赵秀险些被针扎了手 方敏君比贝瑶还大半个月呢 现在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 贝瑶竟然就念学前班了 那他女儿岂不是始终 要比赵志兰女儿小一个级 这个不行 放学后 裴浩斌载上儿子 从校门口车辆通道路过的时候 眼尖的看到了 左边乖巧排队 站在人群前的小贝瑶 他忍不住一笑 瑶瑶也来念学前班了 还和你一个班 小川 我们顺路把他再回家吧 裴川心里还残留着教室里的无名火 他平静道 爸爸 走吧 万一他妈妈已经来接 没看见他着急 裴浩斌一想 儿子说的也对 于是骑着摩托车往前开了 裴川小脸淡淡 往斜后方看了眼 被摇弯了弯大眼睛 用力喜悦地挥着手 裴川再见 裴川收回眼神 抿了抿唇 按照照秀的要求 方敏君也被分在了学前一半 于骑老师有点愁 班上本来58个同学刚刚好 现在来了的同事子女方敏君 该往哪里安置呢 其实 当郑老师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下意识就想到 让裴川单出来 这几天他也看出来了 裴川性格孤僻 不愿意和班上 任何一个小朋友打交道 往往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并且裴川也不理会 他的小同桌裴摇 让裴摇和方敏君做同桌 裴川单出来 似乎对裴川的生活 也没有说什么影响 郑老师和于骞老师说了下想法 于骞老师皱眉 这样不太好吧 我听说残疾的孩子 内心本来就敏感 让裴摇和方敏君做同桌了 裴川心里会怎么想